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8月16日夜晚的桑普論證 今天繼續那句話 歡迎大家收看桑普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 看完影片 以及利用Superfans的功能 贊助支持本人 多謝各位 我們今天繼續講美國大選的最新的更新 尤其的戲玉就是關於 幾天前已經結束的 Trump-Musk的Interview 特朗普和Elon Musk 他在這個X平台 即以前的Twitter Interview的情況 裡面講些什麼 可以引申些什麼 還有我在裡面再講清楚 常識的重要性是多重要 今時今日有些事情基本上不是左右派的分歧 而是你有沒有common sense的問題 而現在如果有些人連common sense都沒有 強硬要搞一些類似計劃經濟的事情 尤其要小心 OK 在講這個之前 我們先講一些 最近的一些 新聞 關於美國大選的新聞 美國民主黨籍的總統候選人 Kamon Harris Kamon Harris 就會在這個 15號競選團隊證實 他就會跟 Donald Trump 做兩次辯論 而雙方的副總統候選人 VP 就會做一場的政治辯論 基本上是9月10日 在ABC News 美國廣播新聞網 就是做這個Kamon Harris 和川普的第一場 的辯論 第二場辯論 極可能在10月份 是舉行的 那副總統的呢 這個總統候選人的辯論 並加一次的副總統候選人辯論 特朗普的辯論更多 而這個 絕對不是說 2加1 可能是3加2 OK 那我當然 作為一個 大家看 政局的人 甚至無論在美國 國民的心目中 辯論的越多越好 那才能夠將一個人的好與壞 清楚地說出來 到今時今日 Kamon Harris 20多天 一個月來 30天來 都未接受過任何媒體 特朗普的專訪 或者是這個記者會的 我前幾陣子出著一個電視節目 有些很奇怪的 教授台灣 我不說誰了 就在這裡說 就說什麼呢 哎呀 這個 時代雜誌的封面 就連拍照都不拍 就做了一個描模 你看 時代雜誌 你都找不到 Kamon Harris 來做訪問 因為Time Magazine裡面 根本上沒有他的訪問稿 沒有訪問過他的 他只是將他登入 雜誌的封面 That's it 你都找不到他的封面 你都找不到他的訪問 你都登他在封面上 For what 那這個真是在罵那本雜誌 我心裏面又想得很奇怪 幸好主持人馬上就會說 喂 是你 Kamon Harris 不接受訪問 作為一個候選人 你一開始的時候 都不是說清清楚楚接受訪問的 說真的 六個禮拜前 民主黨 當時個個都聲討 Harris 個個都捧拜登的 拜登一退 你變成了眾聲拱照的對象 然後 你可能受深層政府的牽引之下 什麼都不說 多做多錯 多講多錯 不如就不講不錯 用一種形象 大少姑婆的 跟Tim Ross說一些假大空廢話 每一場這樣做 就希望用這個地方再配合 我遲些會說到民調的問題 來不斷地吹噓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是相當荒謬的 今天我問你 Kamon Harris的中國政策是什麼 他的俄烏戰爭政策是什麼 以下戰爭政策是什麼 fracking 你說不會全面禁止 亮度是什麼 fracking是什麼 用水力去噴 下面那些 用壓力 來使用 開採油 油氣 石油天然氣的方法 便宜的方式 開採石油資源 化石能源 你說要全面禁止 今天你說不是 你當時Green New Deal 要在10年之內 取消所有化石燃料的 汽車工具 現在你的看法是怎樣 為什麼你有這樣的轉變 你要解釋 到今天參選那麼久 現在剩下離開 真的投票 80日時間都沒有 我想問你 到今天 80日時間都沒有 三個月時間都沒有 我想請問你的政綱是怎樣 連政綱都說不出來 沒有一個媒體 沒有一個正常的老師可以告訴大家 即使你支持左派 你都要逼你的候選人 提出清晰的政綱 今天不是 即使你那個教授去罵那個時代雜誌 左派媒體當然值得罵 但是這件事就是說 左派媒體訪問不到Kamela Harris 他訪問不到 才會搞到只是登覆照 後面什麼都沒有寫 因為做不到 他拒絕 為什麼 因為他 出現 就會露餡 就會所有的東西 暴露了他的藥點 出來 他為什麼還要跟大家受訪呢 剛剛說的 逐個逐個問他 逐個逐個打他 已經玩完了 我經常都說 特朗普有兩個 挨的 Immigration and Inflation 兩個打下去 他很痛 然後牽引到 能源政策 外交關係 就是Energy 和這個Diplomacy 基本上他根本沒有辦法打 但問題就是因為 很多人蒙在鼓裏 很多美國人都未必好像我那樣 那麼關心 美國的大選 所以很多東西沒有辦法 在事實的真相面前 在那 咀嚼完之後 去作出自己的決定 OK 這個是很基本的原則 那麼 那麼 這些全部都是Kamela Harris 剛剛說的 就是 那個 辯論會的情況 都是Kamela Harris 片面支持 特朗普團隊 並未作出聲明 因為特朗普在爭取更多場的辯論 但可以確定 9月10日 ABC News 這個就是 總統的辯論 10月1日 這個 另一場 就是 J.D. Vance 和Tim Walls的辯論 這個地點就是 還未清楚 特朗普還未答覆 目前不清楚 誰會贊助 10月的辯論 即是誰會去做這個 電視台 特朗普 我先前曾經在Fox News 和NBC News上展開辯論 多個電視網正積極爭取 收視率極高的辯論制播權 大家看看誰會贊助 當然 左派媒體 比右派媒體多得很多 是不是都要公平一點 要給一次Fox News 我覺得這個基本的原則 我覺得這個是 你不可以全部都是無線的 你要押視 我想是一個基本的 公平性 另外 Trump 就是說 槍擊事件 大家都是 都記得的 不要說不記得的 保安的措施 會越來越加強 計劃在他未來的戶外集會裡面 使用防彈玻璃來保護他 這是第一次 在非現任總統的競選活動中 使用那麼高規格的安保措施 顯示特勤局 Secret Service 在賓夕凡尼亞洲的 不留的遇刺事件之後 就是這個 Trump 去以遇刺的事件之後 對Trump 的維安 高度的重視 713那件事 我們還非常記得 一個月前的事 我們都非常記得 所以真是 撿回身彩 這個是相當令人觸目 我們講到 馬斯克對他的評論 也是這樣 看到一個領袖 應該怎樣去 Stand on their own feet 還有他一定要fight fight fight 這種精神 很大 1981年 有列根總統的遇刺 2024年 也有Trump 的遇刺 兩個都是失敗 但是看到 特勤 或者被勤 有關部門 是不是打屁股呢 我想這個已經有關的局長 已經問責下台 那究竟問責下台之後 有沒有重整 重痛還是私痛呢 現在就備受考驗了 希望美國能夠 繼續這樣 維護每一個人的安全 才是重要的 好了 你說 最近的民意調查怎麼看呢 民意調查 靠得住 豬那都會上訴 最近一個Rasmussen Report 就說 喂 分析出來 覺得沒有可能 Rasmussen Report 不是一個偏向右派的 報告來的 它是完全 採取不偏不以 跨黨派的方式 來做這個做法 有關的情況 你看看YouTube 你搜尋Rasmussen Report Rasmussen Report 這個是一個比較 就是他要做民意調查的 他就說 現在很多的媒體報導的 廣泛報導說 哇 這個 Kelman Harris 7個搖擺州 6個領先 這些東西 又或者說 New York Times 他說 Pansylvania Wisconsin 這個 Machigan 三個州都是 Kelman Harris 以50 比46 每個州都一樣 齊齊齊齊 50 比46 都是領先4% 哇 他就覺得 Trump 輸了 他就要你做到這個目的 Rasmussen Report 揭發 這樣的民意調查 他私自改動了 很多的參數 和調整的變項 加權的變項 你知道所有民意調查 一定有加權的 譬如說 訪問 1000人 我訪問了1000人的話 我訪問到這些人裏面 今天 就之前的群體 有八成都是白人 有兩成都是黑人 於是 他叫加權 什麼加權呢 實際上黑人的比例 假設 假設 是兩成半的 所以將兩成的地方 加權到兩成半 八成的縮窄到27成半 加權是荒謬的 因為你的群體太小 全美國三億四千五百萬人 你今天你只拿到1000個 sampling 然後你就用加權的方式來做 然後在一些 誤差範圍內裏面的做比較 It's really wrong 而且他最近改變了這些手法 其實民意調查都是這樣的 使得有一些 某一些候選人 民意調查要折的好意 你看台灣那些 全部都是這樣搞的 OK 就是 很多操弄的痕跡在裡面 我不可以說全部的 很多 就是 深有陰謀的一些 或者有偏坦的東西 來造票而已 記得今年1月台灣選前 有一些民意調查公司專門 是歐文哲的造票 最後發現不是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 那麼 你看美國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民意調查 靠得住 豬那都會上樹 以整個來說 Rasmussen Report的結論都是 Trump 佔優 Trump 和拜登之間的差距 是擴大的 因為拜登越來越差 但是這個 Cumberland Harris上來 縮窄了 但是縮窄到哪個位 都不能夠反超Trump 而且即使CNN都說話 以前 2020年的時候 拜登在主任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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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幫 同樣方法的民意調查公司 在主任 Trump 大概6至9個百分點 那現在 Cumberland Harris 頂多 都是全國性的 在主任 Trump 那些假民調 都在3至4個百分點 即是少了 其實他心裏面都知道 我做個假民調出來 結果是假的 大家深知透明 證明是少了 民主黨 仍需努力 共和黨更加需要警惕 他就想做到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就是什麼呢 不要相信這些 OK 大家要知道 你看一個選舉 造勢 或者各個民意調查 是一個很重要的 選舉造勢的規模 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然後之後 選舉未來的 11月才到 9月有辯論 10月有October surprise 那會不會有新的辯法出現呢 拭目以待 OK 那我們看回 Trump和馬斯克的對話重點 他這次在X平台裏面來說 有些左派媒體說 沒有人看的 兩億人的沒有人看 很奇怪 然後說 兩個都不受歡迎的 OK 兩億人全部都是Haters來的 他們不受歡迎 是不是這樣呢 所以這些人暫著說話 不腰痛 即是不要跟他們爭吵這些 這個這樣的對話 言五四十五分鐘再開始 馬斯克就疑似說 疑似受網攻 他都說過 他以前跟 這個佛州的 州長德桑提斯 Desantis 辯論的時候 亦都有類似的狀況 可能DDoS的攻擊 這個沒有證據顯示 但肯定 就告訴大家 美國的 網路安全出問題 OK 另外 整個 對話兩個小時 你看到 Trump的能力多強 你可不可以想像 Kamela Harris 可以兩個小時坐在這裏 受Elon Musk的質詢 沒有可能 OK 可以跟他對談兩個小時 無論體力 智力 或者他的 精巧的 應變能力 都沒有辦法 活動開始的時候 有100萬人在線收聽 最高峰大約129萬 臨24小時結算的時候 兩億人收聽 所以我想這個相當大 我自己都全程 播著他 因為他沒有畫面 他全部是聲音 基本上聽了兩個小時 很好的 我聽了兩個小時後 總結一些東西 跟大家說一下 首先他會說到 暗殺未遂的這一點 令Trump更加相信上帝 那幫左家無神論者就說 說了些垃圾 No 這個就是真心人的說法 OK 臨場的反應 是Trump的反應 是 令馬斯克覺得是鼓舞人心 inspiring 喂 你是說 Fight fight fight的時候 inspiring 這個是常識 你即使多討厭這個人 你說這個人罪犯 那你現在告訴我 告了什麼罪 他成立了什麼罪 你要告都告了 那34個 Counts Fanulty Charges 現在就等待判刑了 Trump就希望延後到11月之後 法官可能就要11月之前判 那些點都是罰款社會服務令 and that's it 你針對的就是一個罰款社會服務令的東西 而那些東西根本上是 我覺得是腦屈的 NDA is a legal service 你把NDA 視為什麼呢 噢 掩口費 就是對於Pornstar的掩口費 然後用道德上抹黑 那這個樣的做法呢 我覺得是很荒謬的 輕罪而已 你說重罪 34種重罪 你每一張 發票 然後拆開不同的犯罪 就是等於呢 你捅 林過雲捅死的人 捅了48刀 這時候告了48條無謀殺罪 這些人是忽的 所以我們知道 這些人呢 就是 我就說 都是一件事而已 一個案件 同一案件而已 不是你分別審判 同一案件的話 那不要 拜託你搞清楚 是個細罪 OK 你要判的東西 上當地 Trump就怕 他的社會無寧 押了他的時間 沒有辦法使他 這個 即是 進行選舉 他不會立即去接受 他會上訴的 上訴也需要時間 去申請 然後 去到 法庭處理問題 他怕會卡到他的時間 OK 這個才是真正的 問題 就是 那麼我們看看 Elon Musk 就認為馬斯克 首富 他認為這個 Trump 非常鼓舞人心 左派媒體整個抹黑 Musk和Trump都是有錢人 Trump的 薪稅已經大幅減少 不是薪稅 他的財富大幅減少 他也不收薪稅 四年沒有收薪稅 他現在是無業的 OK 他很有錢 他是馬拉拉高 但是他是以前賺的錢 然後 Musk 他基本上就是 他 大有錢人 好無疑問 No.1 然後左派就會說 你們兩個人 全部都是那些 精英的階層 有錢人 在剝削工農 民主黨 你攤一張美國地圖看看 哪些州 是投給你的 哪些州是投給他們兩個人 不就很清楚 對嗎 他們為有錢人服務 節省一點 對嗎 然後 Trump 也說 因為 暗殺那件事 Secret Service 對他的保護很好 他向所有 特勤局的人 致敬 也說 10月 他做了大會的時候 會重返不難的現場 聖母以待 第二件事 就是非法移民 這是重要的題目 Immigration Trump 說超過2000萬人 就會 coming from prisons coming from mental institutions 我記得他們說的 Immigration Congo Venezuela All over the world 上節我都說過 7月 來自中國 輾轉南美 到達美麥邊境 非法進入美國的 1950多人 那個月 只是遣返之前的 100多人 基本上是 杯水車身的遣返 但留在美國的 非常多 他不是要他們 他們留在墨西哥等待 政治庇護的審批 而被他們留在美國 甚至沒有鞭商 他們變成黑工 隻眼開隻眼閉 當地的州政府 就利用這個地方來做事 Trump 經常說的 如果我們缺工 我們需要 attract global tenants they need to come in legally Legal immigration 是絕對支持 Illegal immigration 絕對反對 今天你多厲害都好 你非法入境 一定驅逐你出境 通常是經過一段時間 過冷河之後 你才可以 合法入境 這個是基本原則 是法治 law and order 好了 又在這個地方 有些人就會覺得 喂 不可以 有那麼多的talents 為什麼你不吸引他們 他們那麼多厲害的人 行不行 他們進來沒有聰明 就用他們 馬斯洛地行 吃腦 撿生 用這個地方來講美國 違反法治的 怎樣吃腦撿生 另外就是 吃腦撿生 那幫人是什麼人 不得了 你看 Guardian 惠報 CNN BBC MSNBC ABC 你看回所有 Time Magazine 你看回所有的東西 他們說一些 fake news media fake給你看 他才fake給你看什麼呢 這幫人 大部分都不是罪犯 特朗普才在這個地方 剛剛才有個案子 OK 一個罪犯 就是強姦人 是老人勒索 而這個人就是非法移民 今天我不會說所有這些人都是罪犯 但是很多這些情況 你想想想 你試想想一個地方 他們非法移民進來的 他們沒有人沒有物的 他們沒有錢的 沒有辦法工作的 給著你是你 你不偷不搶 怎麼吃呀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家財萬貫 要錢萬貫 入到你的地方 做 非法移民 尋求卑户 攀你走 是不是 如果你不是要錢萬貫 進來的 那我想請問你 你什麼辦法生活 那你就是在說 有些人請他做黑工 是不是 如果你不是請他做黑工 他們充分就業 每個人做黑工 找不到他們 打架劫舌 整群猴子在那 喉琴 做一些事情 搶東西 偷東西 性犯罪 毒品犯罪 什麼都有 所以這群人 基本上是犯罪分子 沒有生產力 激進 可能是變相的恐怖分子 這是 common sense 但是這群Guardian的 以前 我小時候 看這些英國的報紙 養之未高 奉之未占 又是 轉之未占 轉之離堅 養之離高 論語 即是說 說給大家知道 好像很厲害的東西 但事實上去到最後 這些左派媒體 連基本的常識都沒有 今時今日的左派媒體 連基本的常識都沒有 所以他說 一旦他上任 會全部驅逐出境 Deportation Mask Deportation 而 波特沙 邊境沙皇 就是這個 Kamela Harris 他負責替 拜登 制定這個 要研究 Root Cause 這個所謂的 非法入境的根本原因 而這個副總統 不是做研究生的 他負責 解決問題的 他做政治人物的 他不是教授 他不是研究員的 是不是大佬 所以左派媒體 就很奇怪 他只是做研究 他不負責 改解決問題 你不可以稱他為 波特沙 放屁 他今天如果是 學院的人 做教授的 做研究員的 但他不是 他副總統 分擔總統的部分工作 他要研究解決的方案 解決方案是什麼 Open Border 他由開始 From Day 1 他Senator California 一直到Senator開始 他標榜 Open Border 即是說 美國是無厭雞龍 你喜歡進不來就進來 我們大把 不怕虧 家財萬貫 家底舊口 我們美國是 無人不歡 只要你來 成為 站在這個土地的 都是美國人 你這樣 不得了 這樣搞法 美國會亡國 這個基本原則 即使你左派的民主黨 在 克林頓 在奧巴馬時期 都不會那麼誇張 到了 Carmen Harris 這個手上 Open Border 我會覺得很可憐 最近他說 我們要加強執法 他說 這群非法移民入境 基本上 非法移民 絕對不是罪犯 非法移民 非法入境 不是犯罪嗎 這個是 做人的common sense 好一點 我們都是 Fan on the misdemeanor 是不是犯罪 你非法入境 以前在香港住過 非法入境是不是犯罪 台灣有人非法入境是不是犯罪 哪個國家非法入境 都是犯罪 OK 非法入境本身就是犯罪 你怎麼會說 這個不是criminal呢 荒謬的 你想一下 整個字 荒謬 然後你說 他不是犯罪 跟著你說 這個人 基本上是 不可以 立即被驅逐出境的 有機會可以用的 哇不得了 最近要說什麼呢 他們不是犯罪 不過 我們要加強執法 倒截這個 什麼加強執法 就是執拜登的法 拜登的法就是什麼 每日 爆有個總量多少的非法入境 才拘捕 才封關 不是拘捕 才封關 不是拘捕 才封關 譬如 幾多日之內 每日的平均 超過某個數值 就要封關 這個就是拜登 你的執法就是執這個法 我想這幫左交媒體 為什麼你不講清楚這一點呢 什麼是 加強 Enforcement of what 所以這些東西全部都是 託詞 很多人害怕的 如果這樣做 細胞沒有細胞壁 細胞沒有細胞膜 植物是細胞壁 還有細胞膜 那你沒有這件事的話 你的細胞種成細胞 只是plasma 的漿糊 在DNA的一坨東西 它不是細胞 散的 你試一下每個國家這樣做 不得了 講這些 走向左交的心 因為左交追求的就是 約翰年龍那種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y 他想的就是這件事 馬克思主義的最終極的地方 就是要消滅所有國家 約翰年龍就是 Marxist 接著你看到 美國派 怎麼去串這幫人 美國派的那首歌 張國平那首得獎歌 怎麼串這幫人 很清楚 就是說 今天 一個 基本的常識 告訴你 國家的重要性 是什麼地方 是不是 在聖經裏 猶太人是有自己的國家 OK 他備受這麽長時期 人家的亡國 就是他散居不同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他對耶穌不住 這個是他 幾千年來 直到 大二戰之後 才慢慢結束的一個 奴役 一種 屈辱 OK 所以想一想 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所以香港人也都要去想想 我們之前 那種 升式犬馬的生活 我們要重新去思考 才會有 新的 情況的出現 是不是 這個說下去 就一筆報那麼長 第三個東西 黨內政變 Harris是一個三樓的 一個 次貨的 候選人 他根本上是 He's not smart 這個是Trump 說的 他根本上是不Smart的人 極左派 愚蠢無能 粉飾溫和 即是說他現在用 Moderate Becomes a moderate 就是他表現出一個 溫和派 而事實上他不是溫和派 是不是剛剛講過 關於 這個邊境加強的執法 並不是 修改邊境政策 並不是要驅逐 這個 非法律經濟 說 不會全面禁止 fracking 並不代表 他不禁止 不全面禁止 我禁止的99% 都是不全面禁止的 什麼叫 不全面禁止fracking 這張東西完全是 對 荒謬的說法 所以看回他的 所謂moderate 全部 沒有左派媒體 drilled into 問他問題 約不到他 為什麼 他不想講 一講 他露餡的 OK 剛剛講過 拜登又怎樣 拜登最近在 串 Nancy Pelosi 就說我呢 其實意思就是 他被人逼下台 他沒有逼這個字的 他只是說 我下台 其實 你們很多人受到 謊言 Lies 謊言 狡猾 做出一個 錯誤的抉擇 搞到 一群參眾議員 不支持我 我和 Nancy Pelosi 自從那次之後 都沒有計謊 我們沒有信任基礎 然後他就會說 我 之後要找自己的工作 我做完總統 我都要找自己 整班的記者在笑 他說 這個老頭呢 他應該去的地方是老人院 他不是做總統 我同意 但是今天 你之所以捧他那麼久 捧到最後才悶象 所謂何事呢 是不是整個都是 這幫深層政府操控的一個 劇本 這個才是真正的問題 特朗普就說 在這個 和Musk的對話裏面說 拜登已經成為了植物人 Vegetable 幾乎不能夠走路 OK 幾乎不能走路 就言過其實 大嘴巴那些 他能走路的 不過他經常PK 不過他是不是成為了植物人呢 他還未到的 但他真的很虛弱 即是有時候 Can I find its own way 這個很清晰 那我想這一個就是 他對拜登的評價 但是他就說 拜登怎麼差都好 沒有Harris那麼差 因為拜登 基本上都會知道 譬如說 在這個以哈衝突 他會知道兩面不吐好 那些承認自己兩面不吐好 但Harris就說 全部壓住在哈馬斯 壓住在巴勒斯坦人 口說 就說 我們要捍衛 支持 以色列智慧 但是呢 你一定打得來 一旦打得來 他就說 你不要打了 你再打我就不幫你了 真的很有趣 就等於說 有個女人 被一個男人強暴 強暴的時候 那個女人一推開他 那個男人想拿刀箱襲擊他 那個女人又推開他 然後跟那個女人說 你不要再推他了 你再推他的話 我不幫你了 這樣都可以 這個就是 這個世界是不是缺少了基本的常識呢 哈馬斯基全面粉碎 他支持 中國打台灣 就是殺我 他全滅 所有自認哈馬斯基人全部都要斬頭死掉 他想殺我 我當然要殺他 誰想殺我都要死 就這麼簡單 這個是基本的動物本能 是不是 喂 閣下 我問你閣下 你說我很激進 閣下如果有個人 想你死的 你是不是要他死 你現在要他死 他不死他一定會殺你 It is made of common sense 如果閣下 支持 哈馬斯的 第一 報名出來 我舉報你 如果你入台灣的時候 拉你 然後你如果繼續看我的頻道 繼續留言 諷刺我的話 report你 封你網 我講到明白了 誰支持哈馬斯的 走狗 人類的惡魔 你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支持中國攻打台灣 一段片我放在Facebook上很清楚 不要跟我模糊 那群是巴勒斯坦人 是邦哈馬斯的巴勒斯坦人 在加沙地帶 一直在慶祝跳狂歡舞會的 巴勒斯坦人 一群台灣的左家 不便就女 支持這群巴勒斯坦人 我覺得這群人真是賣國賊 他根本是違反台灣的刑法 另外第四點 左派是很模糊的 二十多日 差不多三十日來 都沒有接受任何媒體 專方或者記者會 這個就是卡拉·哈里斯 內政外交的政策非常模糊 剛剛都講過 模糊性在哪裡 沒有中國政策 特朗普都會講過 60%關稅 中國車入墨西哥 再入美國100%關稅 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 是不是 如果中國 去炸台灣的話 我們就會炸北京 很清楚 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威脅 很清楚 那麼很多人選擇 莊惠圖說 哎呀 特朗普會幫中國的 你說這些 sentiments 是沒有意思的 你看這些就是他講過的 是很清晰 一句句說 他講的沒有任何的可信度 有些人這麼說 那就是說 人家講什麼 你都不會相信 我講什麼 你都不會相信 你關閉這個節目 自己回家 洩高針頭 睡覺算了 是不是 浪費時間看這個做什麼呢 我講的東西 只是告訴你 Focus on 別人講的承諾 而特朗普在2016年 承諾過的東西 他在四年之內都兌現 我相信他會對現這件事 Day one will close the border 然後開始進行 Deportation Day one之前 也都會調停這個 黃烏戰爭 Day one之後 也都會做很多很多 Drill the baby drill 就是說 開闖美國的石油器 這個是重要的 OK 這個就是 左派的政策 現在不知道他在哪裡 他在左派的建制派 拜登系統的東西 你說他想走極左路線 是不是在後面 尤其是民主黨內部 有很大的討論 尤其後面的深層政府 現在都要將他的政綱 草意出來 等等先 Harris你不要說 後面那些大帝未寫好的政綱 你不可以說 是不是這樣呢 我懷疑就是這個情況 因為換帳是很突然的事 而他寫好這些論述 是需要時間的 你說 一生不可自決的Harris 是多麼可悲的 立場反覆 裝扮溫和 他說一個人 從政 幾扮溫和都好 他一旦擁有最高權力 他一定會回到他的初心 回到他從政的初心 就是極左派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 龍袖未國 這個前所未有的災劫 即使你說 以前 這個 Ruzebel 杜魯門 多麼左也好 New Deal 福利主義 凱恩斯哲學 現在這個 Kamela Harris的東西 更往那邊去 我認識一些朋友 他是 評論人 不要說朋友 評論人他們說的是 極度支持 進步派 才是美國進步的動力 沒有進步派 美國的壞人死了 美國的華人被歧視清光 最重要是有進步派 才帶領美國的進步 美國的歷史就是進步派 牽引的歷史 譬如 天性 同婚 是不是 譬如墮胎 這些全部都是進步派 美國向前的進步 然後 美國的華裔社群不給人歧視 是因為有進步派 因為有左派 沒有左派 我們被人 欺負到 不得了 這些說法根本就是 荒謬 荒謬 OK 他將 不同時代的東西 做等同的東西 即 比左派 等於似左派 另外就是 他將一些歷史的事實 過度簡化 然後他 將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 應用在進步 即是辯證 進步觀念入面 而不自覺 很可悲 It's really stupid You're stupid Those stupid words coming from those stupid faces 就好像 Trump 罵拜登 Those stupid friends are coming from your stupid face 是不是 人家為何威嚇尾掛 因為你是stupid 為何如此愚蠢地 威嚇尾掛 因為你是stupid 你的樣子就是stupid 是不是 說那麼多話 樣子衰有罪 不好意思 真是 你出去見世面 你給人家的感覺 stupid 就會出事 第五件事 通貨膨脹危機 就是經濟問題 就是inflation OK 百年不遇 不是民主黨說的48年不遇 馬斯克立刻提議 設立政府效能委員會 Government Efficiency Commission 目標就是減少政府開支 大家讀過經濟就知道 Macro economics 橫觀經濟也知道 政府開支得多 基本上銀貨就不斷促進 導致貶值的問題 這個所謂的 通貨膨脹的危機 我想這個就是 大家都很清楚 最近特朗普改變了 少許的策略 你看看他最近 North Carolina 那場 Rally 他基本上 Focus 就是 Economy 就是inflation 他說美國經濟如何救呢 開採美國的 即是 資源 遵折 限制 美國的各方面的 支出 政府支出 裁減有關的人員 就像你 Elon Musk一樣 就是將特斯 Tesla 裁員 裁員的話可以那麼狠 就好了 甚至 Trump 說要關閉教育部 將教育權 交還給州政府 即是每個州說回自己的東西 你有一些州 喜歡教Critical Race Theory 你就教飽它 你喜歡左 看你最後 養成什麼地方 每一個地方 每個教育部 去管那個州的地方 你不要加州的東西管到 Montano 你不要紐約的東西管到Texas OK 不要把New Mexico的東西管到Florida 這個基本原則 怎會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教育從來都是由下而上 由上而下的宣傳 那不是教育 OK 所以我就說 教育權交給每個地方的州政府 由他們每個地方 民主 商議 參與決策去討論問題 這個是最好的方式 這個我覺得 有什麼理由我們不支持這件事 所以我說這件事是基本的 通貨膨脹危機是非常重要的 特朗普最近拍了一段片 牛奶升多少 雞蛋升多少 甚至有很多表 現在很多網絡社群都傳出來 由2020年 2021年1月 到今時2024年的8月 整個漲幅多少都很驚人 即是你看川普 在2016至2020年期間 全部壓低 然後2021至2024年期間全部升高 是因為每個商品都有成本的加劑 最關鍵的地方是能源 你只要把石油 天然氣的價格壓低的話 基本上很多東西都會壓低的 那是一個很大的惡魔來的 OK 那你看回 在這個 這個之前 就是會看回 Keystone 這個pipeline 在拜登年代中斷 這件事 我要拿出來說 就是因為這樣 你不要fossil field 結果就是什麼呢 搞綠能 綠能在你本身由政府 在政府保護之下 不斷搞出來 他不是自由市場競爭的 本人並不反對綠能 本人是反對 不斷偏坦綠能 甚至用綠能取代 或者佔據了所有其他的能源 這點是很 關鍵的不同 那你想想一下 遵折政府的開支 要有 regulatory cut 不要那麼多管制 Tax cut 減稅 No tax on tips 對於 很多服務員 收的 提示 15-20% 美國各地都不同 不要給他 不需要tax 你會收到自己的袋 OK 現在 Carmen Harris 抄他這件事 這件事 很可怕 我想這件事都要注意 另外他都讚美 南美的 Milay 米雷伊 總統 這個 Austerity 就是 緊縮政策 做得好 他說如果敗選 美國已經 國不成國 很快 很快 美國會亡國 所以他說 在委內瑞拉 可能比美國更加安全 所以他可能 去委內瑞拉 這個當然是 講 棄話 接著他在 和乎戰爭 他說 他要盡快結束 已經說過 拜登30年前的 智商很低 但現在他可能 根本沒有智商 他最錯的地方 就是錯誤講過 考慮讓 烏克蘭進入北約 澳烏戰爭最近就說 有些 烏克蘭的軍隊 開了一個新的戰線 就是打這個 這個 俄羅斯裏面 有一些城鎮 那個地方有核電廠 有輸油管道 那個書紐 這件事嚇怕了普京 但是我就說 有些台灣的 垃圾學者 我不知道那些人 垃圾到什麼地步 我想連這些基本的事實 都沒有搞清楚 他認為 一直這樣打下去 就好像太平天國 一路可以打到 北京附近 即是可以打到 莫斯坊附近 可以誠勝 追擊 直到黃龍 烏克蘭會 滅了俄羅斯 這些人在想什麼 當然不會 而且他佔領的土地 遠遠少於 俄羅斯佔 烏東的土地 當然 烏克蘭這樣做 澤連斯基這樣做 一定跟美國打好同通 美國說我不表態 但是你自己 揹上所有的事 你要幫忙 繼續幫 但是你不要說我幫你的 這些就是美國的態度 然後北約不出手 只是烏克蘭出手 結果是什麼呢 希望換來 未來對於這個 普京談判的時候 烏克蘭有籌碼在手 這個就是他的目的 會不會換得更多的東西 就視乎他進攻有多少 那個地方不是香港 不是台灣 冬天會冰封的 冰封的時候 就很難打的 特朗普 就更加說明了 要調停這個戰爭 我到今天都覺得 特朗普的勝算 稍為高 所以澤連斯基都明白 郭台銘都明白 所以他現在把這些東西 完全按著特朗普的東西 去撤退 日本人明白的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 烏克蘭要爭取更多的籌碼 然後特朗普一來到 要調停 就起碼把籌碼拿出來 這個就是他的想法 To some extent It's smart OK It's smart 我不會覺得 烏克蘭是not smart 但是覺得他會換到多少 一定換不完全 或者這麼說 但是你要去面對這個結果 就是這樣 OK 這個就是俄烏戰爭 就是說 當時拜登 迫到俄羅斯 就是說 有考慮過讓 烏克蘭 加入北洋 就喪失了 緩衝區 俄羅斯要的就是 緩衝區 這個就是 當時 特朗普和 這個 Putin 的共識 你要把緩衝區取消 就是說 你擺明要將 俄羅斯 投號敵人去打 在Trump的全盤棋裡面 中國才是投號敵人 你這樣做法 是完全荒謬的 你考慮給 這個 烏克蘭的北約 那你就是把這條線 北約的線 不斷東撲 這個就是Putin 說的話 就是為了Trump在這裏的時候 沒有這件事 他沒有 我就 給緩衝區 緩衝區就是 烏克蘭 你不要動 你打的話 我一定動你 我就說 我不會給 烏克蘭加進北約 That's it 那就沒事了 雙安無事 現在你 硬要挑 將那個 北約的線 俄羅斯方向靠 人家當然會激起 他的戰爭 當然我們不會為 俄羅斯粉飾他的侵略的罪行 世界上的事 一個巴掌拍不響 OK 所以有些事你都要看一看 美國多麼失敗 面對獨夫 下面這段要緊 他說 我認識 普京 習主席 金正恩 他們正在遊戲巅峰 他們很強 他們很聰明 他們很邪惡 不過 那些左膠經常都說 他們說 Great Leader Admire you Chairman 就覺得 對於這個 Dictator的 膜拜 再說一次 他們很強 Strong 他們很Smart 他們很Evil 而他們正在保護自己的國家 是嗎 我希望跟他們再單獨相處的時候 能夠想像 我希望跟他們繼續單獨相處 就像當年 他跟金仔 在這個新加坡單獨會面 在Mar-la-Lago 跟這個 習近平 或者 北京 紫禁城 跟習近平 在那邊走 單獨會面 因為單獨會面 才可以施以最高的恐嚇 拿張照片出來 喂 彭麗媛呢 阿里的樣子 那你已經玩完了 咳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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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你說 我講些很極端 我講些很誇張的例子 於是 對於這些黑社會的 惡棍 你不是跟它說道理嗎 是說這件事 跟黑社會的惡棍 你不要跟它說利益 你跟它利用 他利用你 你跟他讲拳头 那什么拳头 意思就是 不玩你 而这些东西不能报出来 报出来就不好玩 这些就是 做大事的人应该要做的 他们没有办法 有这么好的系统 能够发现到这些情报 我比你更厉害 就是证明你敢开战 你死定了 你敢动 我一定队淋你 这个才是重点 OK 那你能不能够想象 Kamilett Harris 能够跟习近平谈判 或者站在一起 就是大笑 那当然不会这样 我会觉得 怎样是对于 香港和台湾最有利的 都是Trump 你多不喜欢他都好 谁能够顶得住这个恶风 是他 另外一件事就是慎防三战 因为这几个国家 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 对这些拥有核武的国家 都是邪恶俗心 但跟那些领袖有较好关系 是理想的 因为世界最大的威胁 不是Global warming 环保分子现在说是Climate change 而是核子暖化 不是Global warming 不是Climate change 是核子暖化 Nuclear warming 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战争 是很重要的 要避免战争靠什么呢 靠外交 既竞争又合作 靠阻嚇 靠实力 OK 你没有阻嚇和实力 一切都是枉延 等到战争来到的时候 应付已经是非常差的情况 所以你要避免战争的出现 你一定要阻嚇 对于一番狮子路虎禽兽 不要跟他讲道理 不要跟他讲金钱利益 你吃多少肉 跟他讲契约 这种东西 说红线 管控分歧 固难 Stupid Stupid face 你对于一些这样的狮子路虎禽兽 你的唯一方法 就是令他觉得 我吃着你 你动谁之前 我也知道他动什么了 你这样动那个地方 就撞到你那个地方 他觉得 哇 好像电波那样 你都随时可以电死我的 他就害怕了 就不敢做事 要他们一生都活在这么恐惧中 这才是我们做事的方法 对不对 就是不如我们香港人 有一天要光复香港 我们要令李家超和邓炳强 进入刚刚我讲的状态里面 要吃着他 为什么吃着他呢 那现在形势未必到 去摊墙来看 去到某个位置 你就知道了 可能他生不如死 铁供系统 OK Iron dome 以色列的铁供系统 基本上就是 那些哈马斯 那些伊朗 那些黎巴嫩真珠党 射些什么过去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Iron dome 很厉害 基本上是拦截了所有的飞弹 全天后机动型的防空系统 有很多火箭射上去 足以保卫美国 美国将会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铁供系统 而将会受到保护 另外他也赚Tesla 就是说 我虽然不会开电动车 电动车是另一件世界 大家其实知道 我乘过电动车 电动车的话 那个司机其实不需要好做事 由AI去运行 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电动车是重的 比一般的汽车 重一至两倍 如果这个大的货车 已经会移动不了 其实你还要运货 整堆货运在这里 这个电池 和整个车身 是重过一般的柴油车 一般的烧石油 或天然气的车 是一倍以上的 你试试整堆货车 塞在一个海底隧道上 你的货重 你顶不住的 现在很多的隧道 天桥的设计 是刚刚好 让那些货车运行到的 分分钟 就算你说负载到 你维修到很多问题 道路的维修大问题 美国这么大 货车走过的路 如果重的话 你会历清那方面的东西 纳青 会更加被人压裂 你重一倍 或者两倍 不得了 所以他就说 他不太建议那么多电动车 虽然我知道 Elon Musk最出名就是Casda 他有X 然后又有所谓的低空飞达 SpaceX 他有三番的 Elon Musk是做 就是过弱Information 大家都知道 就是Twitter X收购了 电动车Tesla 和SpaceX 其实我觉得他不断退去SpaceX 因为那时候是最赚钱的 Tesla其实某程度上是强劳之末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电动车其实不需要很复杂的 一些所谓的专理设计 汽车需要的 电动车反而不需要 因为它是电池 电纜 电纜 和整个车体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他这样搞法 中国抄了他的东西 是不是 抄了他的车去弹起来的 那些东西 抄好到 所以很难有竞争力 他说呢 这个是 这个情况 今天特朗普 如何寄予给Elon Musk 他说现在 你的车不需要太多汽油 但我必须诚实地说 不代表每个人 都必须拥有一部电动车 不是每个人都有一部电动车 你才开心 你不要以为 因为你要主持的市场 不可能 部份 已经很好了 但这个是小节 小细节 不过你的产品 是很厉害的 生产电动车 你做到 chic 就是很有型 很stylish 就很好了 Elon Musk 是认同的 因为你的电动车 最重要的是 其实买车 大家看它的性能 大家看它有没有型 大家看它 它在舆论上 吹捧这种东西 这个就是 车价升高的原因 古往今来都是这样 我想这样的情况 很多左交的环保主义者 就说要限制电动车 就是说 这些电动车 制造电池太多问题了 各方面就说 这些不符合 企业的环保标准 企业的环保责任 就是批评Tesla一大堆东西 Tesla就是说 Elon Musk 是非常痴之以备的 非常不开心的 这件事 我想这件事大家都知道 另外讲环保来讲 核能是怎么样 Trump就说 核能作为电力乐园 是被低估的 应该重新考虑 但有太多的监管 人是没有办法达到 说他应该更名 或者将你 Musk Elon Musk的名字 推入了叫 Elon Energy 或者Musk Energy 是不是最好呢 这个就是搞笑而已 你真是大嘴巴 你告诉我当真 然后整班左派媒体就说 你看看这些个人崇拜 It's a matter of joke 核能不坏 我这个基本问题 你有安全的核能是重要的 不是说 好像一帮左派分子 犯核能必反对 这个是 对核能这件事 你不太认识 不知道安全的核能 是存在的 OK 就是停留在八九十年代 大瓦湾那个时代的核能 当然那些是完全不安全的 我当然不会支持它 但是over the years 在这些二十年来 改变很大 希望大家update一下自己的知识 反对极左 就是说 马斯克当年曾经支持民主党和奥巴马 但是看见民主党不断左傾 他自己站在远离的地方 他变得被人视为右派 很好笑 所以我这件事的话 马斯克整情里面 是非常欣赏了Trump的 我印象中他们没有吵架的 没有意见不和的 Trump就是上马斯克 吐光 两亿人 两亿人多过任何rally 看的人数 你rally放在YouTube 都没有两亿人看 马斯克也是在X的平台 令到他这么多年来 除了一次之外 其他全部都没有上X 他自己的Truth Social 这一次Trump终于在X 开始这个地方直播他的东西 有容兵的迹象 对马斯克也有好处 马斯克借Trump来宣传自己 特朗普也利用这个方式 来宣传他自己 所以他就是一家便宜 零家便宜 两家着 这是两利的一件事 OK 希望大家明白 是一个我也很欣赏的辩论 那将他政纲很清晰地说出来 未来Trump会更加 focus在economy的地方 我认为他减少对于批评一些 譬如 哎呀 Kamela Harris 是不是黑人来的 这些 我都没必要批评 那黑又如何 不黑又如何呢 就是这些没必要批评 OK focus在一些重要的事上来说 会对于他的选情更加有利 OK 重点是这些独立的中间派的人士 会有问题 这个才是重点 这一节很长 我们下一节再讲其他一题